你 你干吗 你对我做了什么 你和楠楠一样 换了花枕 这是我根据你拿回来的卷宗 配出来的解药 花枕 当年同木官盛产天竺花 又恰巧天竺花开遇上南风暖流 而且这种情况 数十年未必会出现一次 所以才造成大规模的花枕 令守军失去战斗力 我想起来了 京城的那些天竺树 是丞相为了讨太后欢心 而大规模移植来的 原来他们就是罪魁祸首啊 而丞相是李然然的父亲 此事会不会和于座林有关系啊 不说这个了 楠楠没事了吧 没事了 傅好要睡下了 这次多亏你 算我又欠你一次 你不也救了我一次吗 咱俩扯平了 不过 不过 刚才在太医院书房 刚刚的都是意外 你别往心里去 那你来救我 不正是因为 我不都说了吗 是因为你男的 对了 这次还有一个意外生活 你给我那本卷宗上 记载了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 上面记载了 天竹花花枕 父母子女之间 会有传承关系 那不就说明 这男男的亲生父亲 也会染上天竹花花枕 正好趁此会枕机会 查询此事 那我 你很好准备四国大赛 青囊阁的事 就不劳烦你了 来 自己吐 那 画着 本官奉君上之命令 全权协助鬼衣 举办此次会议 平息并且 希望大家珍惜这些机会 遵从安排 不必做到 井然有序 本官宣布 诡异会诊 现在开始 诡异会诊 不太说了 不太说了 这玉佩 还是原配的最合适 诡异会诊快开始了 大哥为何不过去 星落让我不要打扰他 帮男男找父亲 安心训练 大哥 如此听青鲁姑娘的话 倒是 有些出乎我的意料啊 青鲁担忧不能许诺我未来 这才把我推开 我既已了解了他的苦衷 便不能给他压力 大哥 君子 不欺暗事 不欺于心 更不欺于人 你扪心自问 真的只是如此吗 古语曰 人辞殷勤 承家于心 不可以须自介意 你切莫被寻常之人的 嫉妒之心损败 既然答应了 要帮助青鲁姑娘 好好地寻找男男的生父 就应该让他看到你的决心 这呆子 心中定有在想 我既青鲁在我客栈举办会诊 是为了神宫医典 是为了神宫医典 你要诓骗青鲁姑娘 定是为了方便偷取神农医典 我要牢牢看住 既然你想通过会诊 寻找男男的生父 那这块玉佩 应该对你有帮助 相信我 我是真的想帮你 我就是想帮你 在家里的觉知识 真的吗 你不是不是 尽量这块玉佩 你能够 是 你还是要够的 多数钱 你不需要 我来 你不需要 其实 再尽量 所以 你 你 你认识这块玉佩 您算是找对人了 不是 这块玉佩 快走快走 马上就到我们了 客户 这下玉琴落的尾巴 岂不又要撬到天上去 她有她的关门记 我有我的跳墙法 九公主 还不到认输的时候呢 然然姐还有什么办法 你到那边拿药去吧 今日会诊已经结束 玉阳君的 公务也结束了吧 请 这是我特意为你筛选的 希望对你有用 谢谢 我 谢谢李大人 连你 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不错的话 君上给鬼衣三日 平息病情 本就还有一日 张都尉莫不是连 君上的话 都听不进去了吗 这 本军愿以个人名义 为鬼衣做担保 明日此时 若是鬼衣 还是不能查出病情真相 本军亲自去向君上请罪 且与鬼衣同罪 张都尉 那 我便给豫阳君这个面子 走 后来 最后 不然 谁 才是 那 你以后 咱们 一 这样吧 查患者的事就交给我 岳阳君要是没什么事就先 我与青洛现在同舟共济 自然是要亲手了结此事 现在我们赶紧分头行动吧 我去查呀 不许动 以下说你来也可以 那个的话 就叫你来 听起来 听起来 呢 听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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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 听起来 听起来 明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推断缜密 毫无破绽 对 这药渣一定被动过手脚 娘亲 我分析得对吗 窗户破洞是我戳的 这药罐是我磕的 头发是你娘我掉的 请问还有什么问题吗 苦快大人 娘亲知道你想帮忙 但是茶药渣这条路走不通吧 难道还有我郁秦南 想不到的办法 长崎伟 朱炳德和陶国舅 他们分别去过群芳隔阂秦楼 李侍郎 林炯和患之 他们去过弗龙客栈和秦楼 那他们都去过的地方 便是我们要找的地方 秦楼 秦楼 他也不想找到 我该去过一趟 放下 那他要走 他也不想找到 他都给你带来 他也不想找到 他能够再带来 他的远远 他都要找到 他也不想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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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他把他处理 他也不想找到 那样 我把他处理 他不想找到 小龙 你们躲在这儿 你过去 我过去 你们俩这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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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过去 你们俩这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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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此药可有方便辨别的特征 扇青子产自江南船运发达之地 口供船上之人取暖所用 内陆之人不认得此药 极为稀少 这么说 这下药之人 极有可能是江南人 不错 既然有了线索 本君即刻命人封了这秦楼 定要查出谁是下药之人 我刚查了秦楼使用的井 里面被人下了药 这秦楼的人未必可知 公子 查到了 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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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管 要不是主人替我们挡下连环寨 我那些八邦十六派的弟兄们 早就饿死了 如此恩情 不得不怕 要不是当初主人 治好了刘云国的皇子 我们一家早就惨遭灭门了 于情于理 这件事情应该我来做 行了 行了 你们这算什么 主人乃是我胡氏钱庄 最尊贵的金主 为了我天下第一钱庄的声誉 主人也当由我来保 别争了 我去 还也 我本已是废人 生无可恋 是主人治好了我的双腿 还助我报了杀父职仇 我这条命是时候还给主人 都别吵了 主人 我玉清落身为诡医 难道连自己的手下 都保护不好吗 如果我进了大牢 你们替我好好照顾楠楠 一会儿谁都不许出去 听见没有 可是 没有可是 我已经决定好了 你还没来 我先没有办法 我先给你 什么 你说 我先试试 你们试试 我先试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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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说话可就不对了 这人没抓到 我说井水中的药 是诡异下的也未尝不可 既然你们拿不出证据 就不要阻碍我们抓人 张都尉 我欲倾洛言而有信 既然没抓到人 自然愿意跟你们走 把诡异带走 你们抓错人了 胡叶白 拿下下毒真凶 草民 是来证明诡异的清白 那你说 凶手是谁 就是 所以这些伴来说 我如果那些 不忍耐了 就不说我 要相信不忍耐了 我们知道 就不不忍耐了 话我真的为了 看不忍耐 靖然你的意思 你不忍耐了 你不忍耐要 我我好 我记得你 被 luck 你不忍耐了 自己的chem 是不是他 小的看人过目不忘 确实此人 休哥哥 你可切莫随便找个人 便血口喷人 人正不行 本君这里还有物证 这是我从冷侍卫包裹中搜出来的 宫中的侍卫都能作证 冷风 你还要什么话可说 这扇清子 难我家乡特产药 是我日夜暖身所 并不是我将其投入请中的 从始至终 我们谁都没有提药的名字 你是如何知道扇清子的呀 张都尉 还不拿下 拿下 好 之后 祝我他们 我的娘 变成了 找子 快 快 快 下官告退 走 走 王子犯法 与庶民同罪 若是君上知道 你如此动摇民心 恐怕不会因为你是公主 就轻饶了你 九公主 千万不要再做傻事 你果然按时回来了 本君的话 向来说到做到 行 我又欠你一次 还有 谢谢顾先生 刚刚站出来替我作证 这份恩情 我会好好报答的 将许 你还记得我吗 什么 他是男男生父 等等 你怎么确定这是真的呀 自然是有一番验证 一个美女人 你怎么能做 杀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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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由她再向上 你最好 找什么 怪你 strat羔 没有 诵 嘛 带他 挫命 你告诉我 买通彩花大盗的 竟然是你的夫君于座林 你虽然贵为于夫人 在身宅大院中却度日如年 于座林 竟然为了迎娶丞相之女 不惜毁你清白 于座林这个卑鄙小人 居然用这么下作的手段暗算你 难怪要置我于死地 我开不了口 他那些龌龊勾当之事 就再也没有人知道 于座林的账我们慢慢算 现在关键的是孤叶白 玉花园一别 我日夜期盼着几个 我不是这么高了 你是不是怎么到 你哪个国家 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回事 你是不是 你就是这些人 我回想让自己 你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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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一点印象都没有 你说 以前 我能耗这块 我还没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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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暂时让她住在 青囊阁的客房里 等我 世间本无事 庸人自扰之 李大人 你要输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牛熊 骞释 你们打败 一定 hold 不得 让开 金刘虐 说曹操 曹操到 老娘我今日就要撕开你的话题 说 谁派你来的 你笑什么 姑娘想必 就是扶龙客栈的老板娘 金琉璃吧 果然是文明不如见面呀 算你还有点眼力见 姑奶奶我名下客栈 遍布整个风仓国 月人无数 像你这种斯文败类 我见多了 琉璃姑娘虽然月人无数 但却初心不改 性格直爽 还挺单纯 不过 不过什么 不过琉璃姑娘 看似明眼动人 但女女之间 却透露着一丝忧伤 应是被情思所困吧 有这么明显吗 你这种江湖骗子我见多了 少在我这班门弄服 琉璃姑娘 你看起来主动强势 但实则是用坚强的外壳 包裹着自己 想必 你心中也有一段 不为人知的故事吧 琉璃姑娘 琉璃姑娘 你我 同是天涯沦落人啊 这都半个时辰了怎么还不出来 怎么回事 有些人的狐狸尾巴 就快要露出来了 李大人 你说是不是啊 若真如豫阳君所说那样 这一局 在下输得心服口服 可只怕 李大人放心 这局 你输定了 这 这 你 你 青鹿 情之一字 最是骗不了人 就是他了 我先回客栈休息去了 你 你没事吧 对了 青鹿 尽快安排他们父子相认吧 我先走了 金姑娘 你不是要揭开我人的真面目吗 咱可随意被人蛊惑啊 是不是他威胁你 逼迫你 没关系 你实话告诉我 本官替你做主 什么威胁 什么蛊惑 你们俩是在质疑本姑娘的头脑是吧 滚开 不 这三百六十一路棋局都算到了 没道理是算的呀 这姑爷白有什么本事 本君亲自去见识一番 等等 真相永远只有一个 小燕 你放心吧 在青囊阁中 不可能再住进一个男人 为师一定会给你找出一个答案 嗯